由光线营业出品,邓超,刘亦菲,柳妍,江业共同主演的三维立体大型魔幻武侠巨制《四大名补2》将于12月6号正式上映 说这是一部魔幻武侠片,所以自然会有一些让人为所思的镜头 那这些镜头它是怎样拍摄完成的,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难和哪些好玩的事呢 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下 《四大名补1》的剧情和画面效果都有不错的口碑 第一部的成功上映,让许多人对《四大名补2》的期待值迅速上升 在续集的预告中,无情住着拐杖的打斗 诸葛正我对战《四大名补2》等等精彩的武打画面 看似简单,拍摄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,真正的困难是遇上老天爷不给力 比方说拍摄过程突然降雨,白天的戏没拍完天就黑了 不过没事,剧组自有妙计